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 前IT处长包道格他表示呢 明年美国所举办的亚太经合会的非正式领袖会议 应该要请马英九以党主席的身份与会 从而实现美中台三营 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 在华府的一场有关两岸关系的演讲中建议 明年11月美国主办亚太经合会年会时 应该邀请马英九出席非正式领袖会议 以实现美中台三营的三方峰会 包道格支持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他同时也呼吁美方考虑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包道格重申他的一贯看法 即美国不会因为两岸过于接近而感到关切 他甚至说即使解放军应邀到台湾设立军事基地 美国也不会改变他的战略部署 中天新闻张光华中意亭 华盛顿报道